韓國飲咖啡差不多全亞洲第一位 為什麼韓國人會這麼喜歡飲美式咖啡呢? 不可以招待任何人客 這就是韓國 Nike 國民初戀 國民妹妹 所以真的很感謝 本星期一是不開的 我是MIRROR 在疫情之下 韓國政府就為了防疫 禁止所有咖啡堂食 如果喜歡咖啡的大家 已經知道首爾的東邊有叫聖水的地方 充滿咖啡 甚至乎有名叫聖水咖啡家 此時此刻的聖水 究竟有什麼改變呢? 一起帶大家去看看吧! 因為聖水有一個很出名的咖啡街 疫情影響的關係 所以只可以拿走或者叫外賣 所以現在這條聖水咖啡街 究竟生意會如何 都蠻好奇的 所以我現在過來給大家看 很棒 很可愛 很可愛 好像人一樣 他這樣一部機 然後最多可以做四部 不過是跟順序的 然後他們又再用 收拾完光面也回家 現在這間又是超紅的咖啡 但是 是沒有人 現在大家是不能入場內用的狀態 所以我也是買拿走的 超級抹茶 咦他有跟SoSoHunky做 很厲害 我之前也有介紹過松松聲 這個軟體 就是一些健康食品 低卡食品 低卡減肥食品 剛才問了他們 說那個機械人 就是跟一個韓國的機械人 startup公司合作 就是大家的各取所需 但那機械人真的很賺鬼 我覺得 忽然間很冷 手有點不習慣 所以現在全都紅了 過多半個月 應該就會適應這個天氣了 這間也是其中一間聖水咖啡 街道裡面 最算是主要咖啡 這間很久了 這間超厲害 我也進去 但是沒有買東西 哈哈 有有進去喝過東西 但現在反正都進不去 就算了 然後再直行一點就是 其實這條街 也算是聖水咖啡街的主街 但因為聖水咖啡街 都分薄得很分散 所以很難拍到給大家看 整條滿滿咖啡街的樣貌 只能逐個逐個point給大家看 吃東西才可以 然後寫了說 只要去吃飯或者喝酒才可以在裡面吃 然後買東西喝的話 全部都要 踢勾 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整條咖啡街的街 但是每一間咖啡街都是這樣 不可以招待任何人客 只可以踢勾 希望確診人都快點下降 大家 才可以出來 如果回來的話 我真的覺得這些咖啡的老闆們真的很慘 其實我也認識的朋友是做咖啡 然後就開對面這一間soupy 我已經很久沒來 我年紀也沒來 那這邊呢 現在變成做 賣衣服 因為其實他也有 賣這些fashion的東西 交一個圈給大家看 你看 它的東西好漂亮 然後這個標 Wheels Barbary 都是我朋友的品牌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很聰明 疫情的桌子 超聰明 因為現在是疫情 所以它本身的桌子 給很多人操作 它現在全部改了兩人兩人兩人 所以在這個疫情之下 作為老闆真的要想多一些不同的idea 所以可以有心機 所以各位cafe的老闆們辛苦了 其實聖小小的cafe之外 有很多小店 忽然間非常受歡迎 譬如是這一間 我們買一些生活小品 玩玩碟碟碟 但是因為我們是政治 所以現在在韓國是超級紅的 帶大家看一下 好漂亮啊 這個可以 而且大家看我的vlog 可能都會看到 我們進店或餐廳的時候 都需要一個QR Code 或者是寫名的 方便記錄 多少點有進過這個餐廳 方便 然後買卡珠有什麼事 就可以追蹤 其實之前韓國 早期好像四五月 是有個大爆發 有大爆發的時候 在全世界之中 其實都算快 控制到疫情 原因是因為 大家都用這個QR Code 因為這個是韓國的system問題 因為每個人手機 都會連一個身份認證 你用QR Code 就可以認到你的身份 而且韓國不流行用現金付錢 他們多數用卡 或者直接online payment 所以你去過哪裏 其實很容易可以追蹤到 然後這個Touch Cafe 它是無人Cafe 用兩部機器 然後這邊的貼心 我怕你肚子也會有少許零食可以買 有五個語言 冷的飲料 熱的飲料 咖啡 不是很想喝咖啡吧 這裡有開心果 試試開心果 2300 所以它這邊會有些蓋子 這樣就自己self 好 買了 我第一次喝開心果latté 為什麼有些杏仁味的 挺有趣的 但是剛才看到這部機器 是來自意大利的 有興趣做這些生意朋友 可以考慮一下 我自己就不是特別喜歡喝咖啡 少喝 但是我覺得這杯開心果latté 也挺好喝 比我想像中好喝 其實大家可能很喜歡去Starbucks 但是我自己對Starbucks的飲料 其實不是特別覺得好好喝的 會不會是因為品牌的影響 會令到味道特別好吃呢 其他咖啡店可能因為氛圍漂亮 所以你才會想進去逗留 坐 買飲料 但是如果有這樣的地方 其實我剛剛看到也有位置坐 是因為有corona 所以它才封了 但是現在有這樣的地方 然後飲料又不錯 價錢又便宜 即CP值低 但是會不會這個 也是一個趨勢呢 所以其實很難說 只能戴著一個燈 但我自己看到這些無人cafe 是越來越多 剛才我去買的時候 也有兩組客人進來 霸佬這個真的挺好喝 驚訝我 好冷啊 現在韓國已經 超冷啊 韓國很大空 然後來到這一間 啵啵啵啵 今天真的幾天 今天真的第一 今天是不是第二個星期日 肉 現在已經不生 COM 你來了 是呀 其實本來是想介紹聖水的 有些神星景點給大家 affles水真的很多地方 星期一是不ary的 啊 其實我之前已經中了復日池 為什麼我今天又會中第二次復呢 我不明白為何自己會這麼失策 給我環境打開眼睛 因為這間又是有個Untag的文化 就是無人cafe文化 這裡又是會用機械人機械手臂 去做東西吃 做咖啡 這個波波波 下次再來了 隔壁就是這間大家應該很熟悉的 就是Onion Cafe 我看到他們是有開的 幸好 Onion 今次我第二次來 你好 還可以吃嗎 我剛剛發現他們門外有放膠鞋 你知道膠鞋在韓國已經有100年歷史 1920年就有了 你看看他們真的是蜜蜂 我覺得方中可以穿到生香港的機會 因為他們真的不透氣 這個可以堪穿在韓國 國民以前也是穿這個 當是運動鞋 這樣穿到他們 甚至乎 知人以前喝東西的時候 你沒有勇氣 他們會當這是一個筆筆的飲水 但因為現在韓國流行復古 所以他們這個 剛剛問了店員 他們也是做了幾天 剛剛才拿出來買的 跟一個畫家合作 所以你看到鞋子是一些賊畫 韓國現在真的很多復古的東西出現 所以大家這是平常的 ka廁房 那麼 會亮相分不曉得和 裝備的跟我公主為 跟 ви些不同的眾部分 平常的一個像是 普通的每一個人 跟人就會通諷 但很多不講話 對頭很不講話 看不講話 我不認識了 其中間的空間 地主要的空間 較高的空間 與你未來的 我猜測到 非常有限 又驚慕地 在和人們在ulin 這項目的 在人們的相處 CAR 挺容易弄得不妙的地方 那些地方有所能用的地方 比较安心的地方 那些地方有所能用的地方 不准备活动的地方 不准备用的地方 做法的方式是 有所能做的地方 但是在谈计的地方 它是有所能招待的地方 那些地方的地方 可以加上的方式 我认为更好的地方 如果能做到的地方 不是普通的朋友 但是日本人 在韓國的年紀是最大的年代 所以60年都超過了 因為我年紀是50歲 那時候也不太害怕 謝謝 不好意思 韓國很多人都喜歡交國文 在前面 國文陰影粉 通常是國文初戀 然後IU是國文妹妹 現在這雙鞋是國文派 你是國文大便伴侶 順便帶大家看 Tokebi的拍攝場地 其實在另外一邊 這邊是比較多壁畫 你看到這裡 我不知道 好像沒有什麼藝術感 對不起大家 我也是直接給大家看 Tokebi的幅畫 其實這次我這樣過來 去找這個地方 突然間另外一件事就是 拍攝隊的大家 真的很辛苦 其實Tokebi是第三集的音樂 Kung Yu和女主角相遇 然後就是這裡 就是那個畫面 其實你會看到整條街 是什麼都沒有 沒有 真的 小巷裡面 拍攝團隊真的很辛苦 他們為了要找一個 可能是有壁畫的場 他們可能就是攀山攝水 逐個逐個場地在找的 但是真的越來越來 拍攝這個行業 覺得它的專業性是很高 我也要繼續學習 繼續努力 剛剛好 很棒 你不要像人家成龍一樣 好嗎? 真的很害怕 這個細節都給我計算 這個細節你計不到 剛剛帶大家看了聖水的咖啡街 如果你身邊有韓國朋友的話 你問他們喝什麼 我肯定10個裡面9個都會回答你 美式咖啡 所以基本上是不用問的 你只要買一杯美式咖啡給他 就OK的了 連糖都不用加的 其實我覺得韓國真的是一個很可愛的國家 因為本身韓國是一個佛教國家 但是一百年之間就變了信基督教 就好像之前我在弘大的片段說 韓國是一個很極端的社會 吃辣椒點辣醬 他手小傷會用鹽或者燒毒水去辣 腰痛就通盡他 韓國其實以前是不喝咖啡 他們本身是喝茶 所以以前韓國會有很多茶房 多數會喝柚子茶 五味子茶 或者一些養生的茶 其實現在人自動都會看到很多茶房 是外國傳入韓國的 但是現在韓國喝咖啡 基本上變成全亞洲第一位 很簡單地說一些咖啡文化的背景 咖啡就在19世紀末 大概是朝鮮高中的時期 傳入韓國 大家都覺得很難喝的是高中喜歡 所以他才帶進來的 但是慢慢在70年代後 就有一種黃金比例 超級好味的職用咖啡 上了市 所以大家就開始慢慢接受到咖啡這個飲品 既然咖啡有加了奶加了糖 所以味道是好很多的 然後又慢慢有那些投幣咖啡機出現 慢慢慢慢就變得比較平民化 也都成為一種城市象徵身份的飲品 然後就慢慢有些咖啡連鎖店 或者一些有特色的咖啡出現 所以慢慢有更加多的年輕人覺得 買一杯咖啡我不單是買它的味道 還要是一個象徵潮流 是一個城市有限 我有lifestyle 我有品味的一種感覺 然後咖啡又可以給大家聊天 所以慢慢慢慢就取代7折 所以就慢慢慢慢培育了咖啡文化 在88年的漢城奧運會那一陣子 就開始出現了大量的咖啡 連鎖的又有 新式的又有 所以90年代的年輕朋友們就覺得 嘩!好潮啊!它咖啡 所以90年代開始 韓國的咖啡真的越來越蓬勃了 但其實現在整個韓國 基本上真的全民喝咖啡 當然有些人不喝 可能本身不喜歡喝咖啡 或者是喝不到咖啡的人 那為什麼會喝美式呢? 剛才不是有說過 一開始大家覺得咖啡難喝 但因為是有職容咖啡的出現 加了奶、加了糖 一開始大家可能會喝 莫卡、拉丁 這些比較容易入口的味道 開始喝慣了之後 就不要奶了 喝americano 但是喝得久了就覺得 嘩!淡淡的 所以我身邊很多朋友 都是要americano加一個 shot 或者兩個 shot 再之後就直接喝龍松咖啡 好了!喝到差不多 胃痛了 胃開始爛了 不喝得了 但又有咖啡的人怎麼辦呢? 又回去喝莫卡和拉丁 所以喝咖啡這個習慣 是重複又重複又不重複的 以前在香港 我有留意到 多數會喝咖啡的人 年紀也有差不多 大部分都是出社會的 其實他們分分鐘 以前小時候 都是喝有奶的咖啡 所以我覺得 這個其實不單在韓國 是全世界的一個循環來的 我其實不太熟悉咖啡的 但我是觀察到我身邊的人 都是這樣 其實韓國不是有很多咖啡 基本上大家來韓國旅行 就算來五日四夜 你都會找一天 是特意給咖啡 就算你每天空出來 你都會找一個時間 譬如你當是吃個午餐 你都會去一間咖啡的 是因為我也覺得 韓國很多咖啡的氣氛 它的氛圍 是做得很漂亮 很適合打卡 你會覺得 在裡面整個人很放鬆 很多咖啡都是大家過來 的時候一定要去打卡 我隨便舉個例子 譬如是 然後我弄個炒飯器 然後是咖啡 然後是咖啡 所以這次 One in a million 這些全部都是打卡聖地 大家是不是超級懷念呢 唉 現在我們都沒得去 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韓國雖然咖啡更多 但知不知道第一名 一定是連鎖店 但連鎖店裡面 大家猜猜 3 2 1 就是 是不是真的猜不到 我本身以為是韓國本地品牌 不是咯 是Starbucks贏了 他還贏了幾條街 但我覺得有原因 因為Starbucks都很努力 如果說Starbucks的話 一定會想到代購 是不是 他們不是出很多玻璃杯 或者保溫瓶 全部都是限量 但設計很漂亮 所以每一次出 那些代購門真的要通宵排隊 其實我真的覺得他們很辛苦 賺代購錢 甚至乎早前10月 我看到他們和Hundae出了一個信用卡 超漂亮的設計 Starbucks不是會有咖啡色的隔熱紙 其中一張卡的設計 就是那張紙 就是它又購入隔 就是好像你點了 然後點了 那一刻 我覺得很有創意 如果你真的拿著一張卡 Starbucks給錢 收卡的店員 我覺得很驚訝 你為什麼會給我一張紙 其實我覺得大家如果很喜歡韓國的話 應該每年誇張的可以來三四次韓國旅行 現在大家不能來韓國 等於不能回鄉 大家應該會覺得很不開心 所以為什麼之前就拍了明洞和弘大的系列 剛剛拍了聖水 是想代大家旅行 通過鏡頭給你們看現在的韓國是什麼的面貌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麼地方想我代你旅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剛剛時間的話 就可以拍和大家一起去旅行 好 那今天的閃字大家找到沒有 那記得抹下了 還有三天的時間 18 19 20 20號記得留言 那好吧 我們明天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收看 Bye Bye